桌上名酒热灼,辣味也真 萧重华平日里饮酒有度 但今天是主人,又要为不能饮酒的萧重军遮掩 酒过三旬,有人来他耳边说了两句话 他见众人把酒言欢,兴致正高 吩咐一旁人告知欧阳暖 他去书房待一会儿,说是有事 但是,欧阳暖听了,卑微一笑 他从未见过萧重华喝醉 他现在离开,不过是因为他要贺兰图在书房里将他拖着 他有要紧事办而已 不久,欧阳暖也站起来,笑着对沐洪雪说 这里太热了,我去梳洗一下,行行酒 沐洪雪点点头 欧阳暖站起来,向孙柔宁小声说几句 便去了距离酒宴最近的静心小阁 小阁里东西一应俱全 专给客人们更衣行酒所用 丫头们见欧阳暖进来 盲淫上来不迭地泡茶 洪玉笑道 小姐是主人 这样离析,会不会出什么乱子 欧阳暖清审道 哪里要我去应酬 今天的主角是董飞 她的重心是香雪公主 咱们只需好好坐着 饮酒听乐便可 昌仆道 可是今天,小姐穿得也太宿静了 刚才奴婢还听说 您比不上香雪公主美貌 您要是肯好好装扮 也绝不比她输多少 欧阳暖喝了口茶道 有时候,一动不如一静 过分出风筒 未必是好事 昌仆笑道 小姐,这是要避开是非的意思吗 欧阳暖并不说话 洪玉接口道 你呀,说话也不知道用脑子想一想 小姐是那种怕事的人吗 小姐只是暂时按兵不动 等着对方有疏忽 方能出奇制胜 小姐,您说是不是 欧阳暖笑道 话是不错 洪玉,那你猜猜 今天我要做什么 洪玉笑道 这个 努比可猜不着 等欧阳暖回到宴会上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四周全是红彤彤的灯笼 映在笑竹颜开的脸上 充满喜庆的氛围 桌上宾客早已不像刚开始那样拘谨 开始森森凉凉坐在一起 谈论着自己喜欢的话题 丫头们穿梭在各个圆桌前 不时地茶济水 气氛很是和谐 欧阳暖进来 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慕红雪笑道 君王妃 跑到哪里偷懒去了 欧阳暖一笑道 我夫君一时饮酒过多 身体不适 先在静心阁里休息 我去看她 坐在上手的董妃 眼里一丝奇异的光亮闪过 哦 重华喝醉了 慕红雪眼住嘴笑道 真是夫妻情深 一个都离不了呢 众人听了这话 也笑道 那是那是 人家才真是夫妻恩爱呀 女眷们坐得近 这些话自然都逃不过 他们的耳朵 一时间此起彼伏 说得欧阳暖脸上 像是染了胭脂 很是不好意思的样子 一旁的昌仆心道 静心阁可是连个鬼影都没有 为什么小姐要说 郡王在那里行酒呢 这时 一个年轻女子道 安排座位的事 是什么人负责的 旁边丫头道 是世子妃一早安排好的 燕花蕊突然提高音量 冷冷道 那你帮我把世子妃请过来 就说我有事找她 丫头笑容僵在脸上 神色间有了一丝惶恐 忙硬了声势 然后慌张地跑到主桌这边 周兰芝皱眉道 她这是干什么 若非太子妃要带这个女人一起来 她才不愿意和她坐在一起 那丫头小心翼翼地走过来道 世子妃 那位严小姐说 请您帮她换个位置 哦 这是什么缘故 孙柔宁沉下脸 这主桌坐的 都是最重要的客人 那燕花蕊只是南赵送来的礼物 这就罢了 她还要给欧阳暖男堪 孙柔宁就是看她不顺眼 才特意把她安排在那里 又怎会把她换过来 欧阳暖看着这一幕 却是微微笑着 并不言语 丫头仗红了脸 戚戚爱爱的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很是畏惧的模样 却还是实话实说的 燕小姐说 她是太子的客人 不应该坐在最末的位置 欧阳暖失笑 如果是平常 她一定会为燕小姐这句话而赞叹 可是现在 她竟然在周兰芝面前说这种话 岂不是当众让周兰芝难堪 周兰芝冷笑道 哼 太子的客人 太子什么时候邀请她来了 非要跟着 也不知道什么居心 你去告诉她 这里没有她的位置 听到这话 孙柔宁慢慢点了点头 丫头 并快不回去了 不知对炎花蕊说了什么 对方顿时面色大变 劈手甩了那丫头一个耳光 那丫头被打得倒退半步 打翻了后面一个丫头手里的酒壶 酒壶一下子飞了出来 啪的一下 全洒在炎花蕊的裙摆上 炎花蕊连忙站了起来 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欧阳暖不由笑得更深 她低声道 大嫂 看来你要给她提供换衣服的地方了 孙柔宁面色很难看 出于礼貌 还是吩咐一旁的丫头 带炎花蕊去找地方换衣服 这时候 早有客人耐不住席上的酒宴 跑到花园里凉亭看风景去了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小姐们 听说孙柔宁有几盆极为名贵的兰花 便缠着她要一起去看 所以孙柔宁便带着想要同行的人离开 董妃也笑着对一旁的夫人道 走吧 跟我去抹牌吧 在这里 听他们男人喝酒说话 怪没意思的 于是更多人也跟着站起来 沐洪雪犹豫了下 愤道 君王妃 你也一起去吗 欧阳暖摇了摇头道 我不去了 就在这里坐着 沐洪雪看了眼董妃的方向道 我去去就回 欧阳暖点了点头 好 我在这里等你 等所有人走了 欧阳暖也站起来道 走吧 昌普惊奇地问道 小姐 你不是说在这里等吗 欧阳暖似笑非笑地看着昌普 洪雪立刻踢了他一脚 低声道 小姐说什么就是什么 别乱说话 昌普道 是 那 咱们到底去哪里啊 欧阳暖笑道 去看看 哪些人是不安分的 静心阁后面是一片竹林 从竹林里可以清晰看到阁内的情形 然而隔里头的人向外看 却只是黑漆漆的一片 欧阳暖顺着竹林向屋里望去 只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开门进去 身上芙蓉花纹 在烛火下熠熠生辉 真的勾出了人 这个结果 他让欧阳暖皱了皱眉 随即舒展开来 像是察觉到什么 女子身影助力 回头望向竹林方向 虽然明知对方看不到自己 欧阳暖还是轻轻退了一步 红玉和昌普两人不由对望一眼 屋里的年轻女子是什么人 年轻女子终究没有发现竹林里的欧阳暖 她一步步向屏风后面走去 这时候 年轻女子已经走到屏风后头 不一会儿 有奇怪的声音传来 又过了一会儿 欧阳暖听到屋里仿佛有压抑的哭泣声 声音很小 断断续续 有点嘶哑 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欧阳暖冷冷看着 目光中闪过一丝奇异之色 感谢观看